追肥… 那是怎麼追肥?追肥… 老闆, 你的肚腩還追肥? 我在看這堆植物究竟如何追肥 想知道我如何追肥 就去看懸藝教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懸藝教室 今集的題目是 是植物護理方法之肌肥與追肥事發 說到植物護理方法 其實我稱為植物護理七步曲 分別是 淋水、施肥、鬆土、除雜草、修剪 防止病重害 還有扶持或保護 對植物而言 肥料相當於顏外營養 我們稱為抗物質或元素 如果欠缺這些元素的話 植物就會生長不良 例如葉的顏色不漂亮 花開不了 或者花的顏色不漂亮 花不夠大對 或者不能結過 甚至抗病的能力會差 甚至會腰節 肥料的種類 在桌上所看到的 就是在市場上容易找到的 液體肥和固體肥 亦可以分成有機肥 就是花生肚、魚肥和骨粉 非有機肥料我們稱為化學肥 或者叫化肥 例如隔50 還有這類包裝的都是化肥 有機肥、淡、花生肚、魚肥 都是淡肥的代表 而淡肥的代表就是骨粉 鴿肥的代表有K50 我們去市場買肥料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三組數字 有時有三組 有時有四組 三組數字意思是淡的比重是30 淡的比重是10 鴿的比重是10 即淡多淡、鴿是少 我們要介定這些是熱肥 而這隻的比重是20 換句話說淡輪甲的比重都是一樣 我們稱為坤孝肥 至於這隻 這隻的數值是10或40 然後是15 我們介定這些是花肥 什麼是機肥、什麼是追肥 雞肥的意思是當你還沒種植物之前 你要在泥土裡添加肥料的元素 然後再再做 這個動作叫做落雞肥 追肥就是當那盤植物 種在這個盤的泥土裡 但由於肥料已經是 一、可以流失 二、已經被植物吸收到七、七、八、八 那我們就要添加顏外的肥料 這個動作叫做追肥 肌肥與追肥,示範開始 第一種方法就是 將我們的植料 我預算用多少植料去栽種 那個數量的植物 計好了植料 淡肥的代表要多一點 我放一根 花生膚也是一根 換句話說 淡肥就加了兩根的份量 這個鱗皮代表骨粉 那我就會一根半 這個隔肥來說大半根 接著我們要混合它 混合之後就整個植料 都充滿了肥料 增強泥土的肥力 家苗示範 家苗,有助改善幼苗之間的 激勇情況 促進入苗間的空氣流動 及日照充足 好了,現在我要示範的 就是隔苗這個動作 這個就是上次我們在播種的時候 磁水菜心 發了牙之後 它已經刪得很密 我們一定要將它隔開 就一個位置中一棵 一個位置中一棵 或者幾棵種到一盤 也可以 好了,現在我們示範隔苗的動作 好了,首先我要將它隔出來 好,隔出來的時候 我們稍微捏一捏 捏一捏,捏一捏盤邊 方便我把它隔出來 好 接著 筷子在它沿著盤邊 向下插 接著就移它下來,落底 好,先夾一下 好了,隔苗的時候 就要將苗子分開 分開苗子分開的時候 它的筋是能夠拿到泥越多就越好 它會受到保護最好 要我撬開它 現在你看到有一個洞在這裡 接著就把它夾起來 接著拿著這個子葉 就是把筋放進去之後 固定了 千萬不要浸得太高 或者放得太低 好了,我們種完之後 就在表面上加少許泥 好,這個就是隔苗 就是將五棵放進一盤裡面 這個就是隔苗 接著再示範就是 每個苗杯就種一棵 已經有肥料了 我只有一種道理 這個就是幾棵種一盤 或者每個苗杯種一棵 隔了一棵之後 它很快 由於泥土本身 還沒種之前 已經增加了肥力 它很快就拿到肥料 就大得會比這些好多的 這個就是隔苗了 定值示範 定值 即是將玉苗移到大盤 繼續生長 好,剛才示範了池水菜心的隔苗 現在我就會示範定值綠豆 這個就是 大概是十日前播種的 這個大概是十八日前播種 綠豆已經生得很大了 我可以放肥肥就是怎樣 先在底部拿一層泥 然後再放肥肥 接著再去栽種 還沒種之前 盤底拿一層的肥料 好,大半斤的魚肥 好,接著是大半斤的花生枯 骨粉來說也是大半斤 隔肥就是大半斤 在比例上 比例上淡肥就會多些 輪甲肥就會少些 就將它們拌均勻 拌勻之後 再加一層泥 一層泥 阻加著苗的根 不要直接碰到肥料 現在做一個定值的工作 這個動作 就是將整個泥膽 和這個盤邊 分一分開 我們之前是用這個行波 行波時我們分 就是在一行一行去分 向外去分 好,大家可以看看這裏 在這裏 我會選擇起大約是這一行 在這一行裏 大約五至七棵都可以 好了,我定值它下去的時候 我們將它可以少少分開 之後我們就加一些泥 種完之後 我們就要給一些扶持它 護理七部曲裏面 其中最後的藍是什麼 就是扶持和保護 就是這個意思 好,接著之後 它們一邊生長的時候 我們稍微有少許大印給它 向著藤那裏 進發 好了,這個就完成了 定值的這個工作 追肥示範 又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九里香 但是越軟 聞到它的味道就越方香 好了,現在看了 它有花粒 但是它葉的顏色是怎樣的 雅曬色,黃色 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追求 就是追求淡肥 和鱗甲肥也一樣 所以來說,在這個階段 先清雜草 好,先清雜草 清完雜草之後 然後就鬆泥了 先,記住 我們永遠鬆泥 一定會由盆邊開始鬆起 我們鬆泥在盆邊 在盆邊的泥床 大概兩層深 中間 和盆之間 我們分成三份 近的徑部的就是A 再出一點的就是B 另外近盆邊就是C 我們下肥 通常就是在B,C之間 所以在那些地方我稍微鬆一鬆 我們鬆泥之後 接著我們下肥 好了,這棵植物比較大一點 以這個盆來講,就大概八寸盆 八寸盆用的肥料 大概是滿一滿的一斤 然後我們分成三等份 重點就是下肥的位置 就是在B,C區域 可以看看 A區千萬不要下肥 只是下B,C 因為在A區那裡 近著徑部的 其實下面的根不是用來吸收 是用來保護和承托 這個就是直筆的 你下去那裡 它也無法吸收 而且你在那個位置鬆腹的話 隨時弄傷它的主筋 那個主筋 所以我們盡量鬆腹、下肥 都是在B,C區的位置 先做C區 近外圍的邊,盆邊 接著就向內鬆腹或者下肥 嬌水港階級示範 無論下肥肥或者做完追肥 都記得要淋水 我先逐個逐步來 先淋一邊,好,它沉降 另一邊,又沉降 好,這次四邊沉降 好,OK 這一個就是淋水的技巧 目的就是第一次淋水很重要 是令到泥床下面的泥土是緊貼著筋 緊貼著筋之後 之後的淋水,泥土濕 那些苗就拿到水 這一波就是剛才我們種的時候 綠豆,我們只能用花灑 向著泥那裡去 以這樣的水量 好,淋了一邊 接著就到另一邊 泥面是沉降很平均的 這裏就未沉降 我繼續淋水 好,泥面平整 是平復得很平均 這個淋水 我們才叫做合格的 靜美護理,完成啦 今天的整體示範就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 《圓藝教室》的 請讚好和分享 多謝支持,拜拜